如果同事在周一的上午突然告诉你 上周工作白干了 大家陷入了时间循环 你会怎么办 干脆躺平摸鱼吗 老射数击穿显然不会这么想 既然这一周又要重复上一周的工作 何不经意求经把工作做好 简直是人类射出之光 等等 时间循环是怎么回事 容我先介绍一下本期选篇的中文一名叫 如果不让上司注意到这个时间循环就无法结束 由跳出时间循环的一刻大力推荐 对 两个小伙率先发现 大家都被困在一周的时间循环里 每个周一早上 周末紧急加班睡在公司的同事们陆续醒来 谁家的哥哥撞上窗户 令大家精神一震 尤其是俩小伙 对视一眼后 就跑去窗前张望一番 直到部长上班 这句话 俩小伙已经听了十几遍 他们决定设法结束循环 于是向他们的小组长齐川进行了汇报 但吉川最心于工作 认为是无稽之谈 你看着 部长马上就会打喷嚏 然后会出现一个送错快递的快递员 部长也会焦滴滴的为即将到来的生日烦恼 但吉川一直忙着工作 他们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 接下来 吉川要外出参加会议 俩小伙连忙劝他现在别出门 因为一出门就会遇到车祸 得 俩小伙继续苦口婆心 并提出造成时间循环的魔力 来自于部长戴的手串 传说这是一种恶魔手串 可以实现佩戴者的愿望 比如部长那句不想变成50岁 周二又度过了夜宿办公室的一晚 当然只有吉川 这个紧急的广告方案 在周三终于得到了客户反馈 感觉还是差点意思 吉川连连赞同 把责任赖在同事身上 客户又要制作一份视频广告 一位前辈推荐了一颗印象 吉川刚表示了同意 一向不怎么说话的文员 递来一张名片 建议找这家 一步到位 然而出于工作职责上的考虑 吉川还是选择了一颗 叫来的视频效果惨不忍睹 另一位前辈还在那找补 说这水平大概是一颗 找他未成年的侄子做的吧 吉川抽的一滴头 伤口渗出了血 这是唯一能让他察觉异样的事情 周四已处理伤口 顺便下班结束 第二天上班后 吉川又接到客户反馈 咱的视频还是差点意思 下周一就得要 麻烦你周末加加班咯 这又是辛勤忙碌的一天 当然 没人响应周五下班的保留节目 都忙着呢 时间来到了晚上7点31 俩小伙突然一口同声的说道 工作没有及时保存 明天继续苦熬加班 周六劳碌了一天 晚上男友发短信抱怨 一周都见不了一面 还谈什么恋爱 吉川回复 明天明天 周日客户又来催进度 吉川联盟保证今天完成任务 刚坐下 又收到男友微信 咱还是别谈恋爱了 吉川现在是感情工作双不顺 两个人间清醒的小伙 找到机会继续破局 让吉川写个词语 他们来猜 因为这一幕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了 他们再次解释了时间循环 吉川依然将信将疑 于是便约定了一个信号 我们就称这个为鸽子闪回吧 把这个信号植入你的脑海 我们将在下一次循环中使用 吉川并没有当一回事 继续工作直到睡着 只要谁家的哥哥一撞上来 俩小伙就会瞬间清醒 这也是他俩的信号 现在吉川也感到心神不宁 抬头看到了鸽子闪回 同样的遭遇和工作 再次重复了一周 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这次的视频内容 但依然难以过关 一个礼拜就要结束了 到了时间点 再次停电 吉川过着与上一周一样的生活 直到周日晚上 俩弟弟再次向他展示了鸽子闪回 似乎还是不起作用 这样的循环不知又重复了多少次 只要一旦有人清醒过来 就会想起过去经历的每一周 在这个周一早上 吉川终于清醒了 俩小伙每周一早上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验证自己是否依然处于时间循环 那个人还没挥出一杆 就被叫走了 一个姑娘的手帕掉了 被一个擦肩而过的路人捡到 还给了她 姑娘走了没几步 回头望了望她 话虽然还是这句话 但因为吉川的状态不同 产生了一丝节奏上的变化 这种细微之处的设计 非常用心 但令吉川想不通的是 整个办公室的人都陷入了时间循环 却毫不自知 最先清醒过来的俩小伙 绝对是真人间清醒 万一哪天时间循环突然结束 我们俩翘班摸鱼被开除 以后就没资格做社畜 那不白费了前面的辛苦 所以我们还是要攻略部长的佛珠 让她亲自结束之诅咒 这是俩小伙 从12次时间循环的经历中 总结出来的 接下来 电影展现了日本职场的等级观念 要达到最终目的 还是得先将办公室的前辈 一个个拿下 才能解决这令人难以理解的危机 这样也是最保险的方案 吉川不愧是职场精英 一眼看到了问题所在 干嘛这么折腾 直接说不就行了 没想到 部长一想也没毛病啊 我这辈子还都反复做着相同的工作呢 你要是累了 就先请个假回去休息吧 尝试无果 直到晚上下班后 吉川同意了二人的行动方案 论子排阁 下一个目标 就是坐在吉川对面的胖子大山 首先要设法让他敞开心扉 然后再使用鸽子闪回 给他一个锚点 但转眼又是一周过去了 相对于唤醒第四个人 吉川发现这是非常有利于工作的 既然一直努力重复着这一周的工作 他不努力将工作做好 因为吉川最近准备跳槽 他想利用时间循环 来做出优秀的成绩 不用再担心被甲房催 现在有足够的时间不断优化迭代 一周又一周 吉川不但做的郁佳得心应手 还趁机发现了大山的爱好 没想到他也是 新的一周开始了 新的一周结束了 接下来的项目就是停电 清醒后的吉川已经经历了八次循环 因为最近发现了他也是那啥 所以大家有了许多共同语言 趁这个机会 三个人向大山展示了鸽子手势 下一个轮回见吧 兄弟们 接下来轮到窗外的路人表演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俩小伙的预言之中 大山终于醒悟过来 加入了三人小组 组成四人结束循环小队 接下来该搞定不苟言笑的平队长了 能讨得平队长欣赏 只有一条路子 那就是掌握出色的工作技能 大山给村田手把手地交了起来 在这期间 吉川的视频广告终于找对了人做 就是文元大姐一开始推荐的那家 并因此得到了甲方爸爸的夸赞 而村田也发挥出色 帮平队长提前完成了任务 让他有空和下期闲聊 说着说着 大山提醒他 要停电了 你怎么知道 机会就这样来了 在短暂的解释后 大山展示了个子闪回信号 最终 平队长也被拉入了清醒小队 又是一个周一到来 在平队长的带领下 大家要求和领导一起开个紧急会议 然后通过PPT 说明了一周时间循环的真相 这样的会议重复了三次后 终于有了进展 尤其是通过PPT 约了部长要说的话 部长终于相信了时间在循环 他脱下了恶魔手串 拿起锤子 狠狠砸下 将这个受到诅咒的手串砸烂 拯救了这个世界 结束了可怕的循环 在这个周末到来之时 同事们也终于可以放心的完成工作 下班了 回家 电影到这里结束 我是人真正经深耕 日本电影的一刻 如果您喜欢 烦情点赞关注 支持一波 下期再会 如果同事在周一的上午突然告诉你 上周工作白干了 大家陷入了时间循环 你会怎么办 干脆躺平摸鱼吗 老射出奇川显然不会这么想 既然这一周又要重复上一周的工作 何不经意求经把工作做好 简直是人类射出之光 这句话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 等等 难道我们还在时间循环中吗 部长你还带着那个恶魔手串 说明先前的行动计划失败了 看来问题的根源并不是那个手串 村田撕了路边摊杂志 决定回家躺平 既然跳不出去 不如做点更重要的事 突然文员大姐打断了他们 果然最先清醒的是文员圣子姐 否则怎么那么笃定要找那家做视频的 趁部长去卫生间的功夫 他拿出一段文件 最新的一张便签上写着 12月6日前投不了稿就放弃 这是有一天早上 圣子在打扫卫生时发现的 那一刻出现了奇怪的动静 一看这是部长15年前没画完的手稿 当年为了填下属下挖下的坑 他画到一半就放下了 结果错失了成为漫画家的机会 但他心里却始终没放下漫画梦 大家恍然大悟 原来要让部长完成漫画 才能结束这时间循环 那圣子怎么不早说呢 其实他早都说过了 只是一直以来没有人相信 他尝试让每个人发现真相 都以失败告终 因为是他触发循环的 从头到尾 只有他一个人清醒的记着一切 循环了70次 终于等到了现在 所有人都清醒了 现在要结束这个循环的方案 就是完成部长的漫画 打开他的心结 因为每个周一 哥哥撞窗户时 部长都没到 没法用鸽子闪回法锚定他 所以与其浪费时间开会 不如大家一起替他完成漫画 当然必须在一周内完成 于是跳出循环计划开始执行 然而一开始 吉川还是怀有私心 想把自己手上的项目做好 以图在跳槽时 谈个好价 所以当大家在专心研究漫画时 他总是心不在焉 不断利用摸鱼的机会来工作 最后引来大家抱怨 闹了个不欢而散 终究还是没能按时完成任务 下班后 吉川来到想跳槽的公司 与挖他过来的男人聊起了工作 这意外见识到了 这家公司的职场氛围 多么令人窒息 上级对下级没有丝毫尊重 这样的环境待遇再高 都不如自己那家小公司 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办公室 看了看部长的漫画 是关于一个少年追求梦想的故事 而画中的少年 在现实里 正向客户致歉 这一刻 吉川看到了部长的难处 看到了一个老男人的另一面 吉川最终完全投入了漫画小组 当然要忙着部长 以免节外生枝干扰了进度 部长倒也没有多疑 还当他们在认真工作 漫画的故事也相当应景 是一个少年不断失败 一个狐妖不断诱惑他重来 有一天 少年遇到了一个姑娘 剧情开始有了其他走向 大家也看得入了迷 画个漫画也需要分工合作 有人负责描线 有人负责涂黑 还有人要负责贴网点纸等等 因为此事 他们前所未有的分工合作 团结一致了起来 经过数个一周的循环练习 大家渐渐画得炉火纯青 终于在某一星期提前完成了任务 当他们向部长摊牌后 部长十分震惊和开心 但平队长提出请部长画完结局 再去投稿后 部长的表情却一言难尽 部长没有投稿的自信 热成了最大的难题 整个办公室再次行动起来 上街做了大量调研 以证明该漫画 十分受人喜欢 又是经过了数周的努力 下属们终于打动了部长 在最后的结局里 普通人拒绝了胡摇的诱惑 而对于集川来说 工作也不再是人生的全部 能停下来休息片刻 不再应付客户的工作 真是太安逸了 上个周末 是为了部长奋斗的周末 当他们在新的周一醒来后 依然有些担心 没有跳出时间循环 部长终于说了不同的一周开场白 因为漫画已经完成投稿 时间循环结束 窗外的景象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大家为拯救世界兴奋不已时 一个电话打来 原来是集川想跳槽的那家公司领导 对他没有按时完成任务 阴阳怪气了一番 结果部长挺身而出 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的同时 反制了对方的阴阳怪气 展示了老职场人的语言攻击能力 集川感受到了来自上司的守护 以及这个公司的温暖和关怀 最后也选择了留下来 留在这个因时间循环而蜕变的职场 电影《落小帷幕》 本片英文名《Mondays》 很直观地表达了日复一日的周一 我们不断重复着相同的工作 过着同样的生活 所以当集川告诉部长 我们一直在重复着一周的工作时 部长并没有意味 因为他已经这样重复了一辈子 还有什么好深究的呢 本片的时间循环并没有参与宏大的趋势 而是聚焦于一个办公室内的普通一周 每个同事面对循环有着不同的选择 而产生循环的起因 却是来自那一丝人生的遗憾与执念 细思起来令人无限回味 如果您喜欢异科的选择和安排 烦请点赞支持 下期再会